圣诞节前夕波士顿国际双语学校举办一场年末音乐成果发表会 除了展现学生一年来的学习成果 也把节庆的温暖气氛给传递出去 原本今年是打算要在文化局的演艺厅来扩大举行 不过遇上了疫情还有场馆整修的问题 学校就只好找来了专业的直播团队 第一次采取连线方式邀请家长和亲友们线上同欢 小朋友们戴着圣诞帽拿起小提琴有模有样 带来一首首有美的经典歌曲 从国小一年级到十年级 将近有百位学童轮番上阵 带来各式多元的精彩表演 哈喽 娃娃娃娃 Emmoracy Santa is sick 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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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body move Who is sick I'm not sick I'm Santa Let's go Santa Why Why are you taking Santa To the hospital Yeah 这是每年到了圣诞节前夕 波士顿国际双语学校 就会办理的年末音乐成果发表会 除了借此展现出学生一年的学习成果 也希望将节庆的温暖氛围传递出去 我们学校的才艺是多元 让孩子依照他的讯趣去发展 我们自创校以来就开始有 每一位小朋友都会拉小提琴 那去年在客家会馆的时候 我们有承诺小朋友说 今年会有更多的学生加入 所以说要到文化中心 没有想到今年文化中心刚好修馆 他在整个做整修 那我觉得对孩子的承诺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特别找最好的直播公司来做搭配 让孩子的这演出能够更专业的呈现 大型摄影机在舞台下一致排开 利用转移器材搭配绿幕特效 每场表演都活灵活现 让观众能以更沉浸的方式享受这场音乐饗宴 他们在平常练习的时候 因为会有差最多年段的是四年级跟一年级 他们会同时间一起全部都在排练 然后呢会有时候会需要互相配合的地方 那可能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刚开始学小提琴 他们会看到四年级的成果 然后就会有一个对自己的期许 对于未来明年或者是后年 他们的表演会更加的精彩 节目尾声国中部的学长界 也带来专业的舞台剧演出 不管是在台词的英语发音 还是表情控制一举手一头足都相当到位 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更为台下的学弟妹们做下最好典范 成为学习目标 记者 徐立芹 花联士报导 Dirty Rats Dan you've been watching too many movies, yeah?